主委 年關快到了 每次到年關的時候我們有很多失業的勞工 或者是這個收入不穩定的勞工 那麼於是有所謂過年前的紓困貸款 那往年這個紓困貸款都會及早告訴我們的勞工朋友 不曉得今年的這個紓困貸款的辦法跟做法是怎麼樣 是跟委員報告我們今年依舊有辦紓困貸款 那麼金額也是兩百億 那每個人可貸的最高金額是新台幣十萬元 那利息的部分算起來按照勞工保險基金定存平均年利率加上代辦利息的話 代辦銀行的手續費大概原則上是百分之1.4億左右 因為目前正在辦 1.4億有兩百億可以 兩百億可以貸款 那這個條件是怎麼樣呢 跟委員報告就是整個貸款的部分是三年 那麼可以提前償還本金跟利息 那麼第一個月到第六個月是按月複息不換本 從第七個月開始按月平均貸還本息 那這是他還款的方式 那條件呢 可以貸款的勞工條件 可以貸款的資格基本上是 勞保年資滿15年以上 然後沒有欠缺保費的紀錄 那之前沒有貸款或者已經貸款 但是已經還了 已經還清 這條件跟以前一樣的條件 我要及早跟工會這邊告知一下 讓我們一些需要過年前 需要紓困的勞工 及早知道可以放心的過一個年 另外我想請問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勞健保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有相關性的 那但是呢我們常常看到就是 在最近你去查一些公司嘛 這個也都發現這個有薪資呢 以高報低的方式 來避開 對對對 避開這個勞保的這個保費 還有這個提撥帳戶的情形啊 那目前呢你查的是多少家 裡面佔有這樣的情形的比率有多高 能不能告訴我 我請總經理跟您說明 好 我們查到那個違反勞保條例就是 持衛加保或是 就是延遲加保或是投保薪資 以高報低的大概兩層到三層中間 兩層到三層 就是我們去專案檢查的部分 你現在你這個勞動檢查總共 呃檢查多少加速 呃這可能要問一下檢查數 這個要很清楚 如果照這樣子兩層到三層 算起來相當的可觀 如果以全國來來計算的話 那換句話講 這一群大概會有多少 如果以全國來算大概會有多少勞工 是以這樣的一個情形 啊被剝削的 跟委員報告 可能有另外一個數字 呃說出來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說我們每年會 勾集他的那個 薪資所的財稅的資料 齁像今年我們勾集的出來 大概我們把它調整薪資的 有十一萬人 有十一萬人 就是有 有失業當 有勞工呢 在 經過我們勾集他的財稅資料以後 把它的薪資通好薪資 往上調的有十一萬人 只有十一萬人嗎 十一萬人 那十一萬其實也算 多啦 如果說以兩層來講 八百萬勞工兩層的話 應該要將近上百萬的人 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去做勞動檢查 是比較特定的 譬如說有對公讀生的 對幼稚園的 還有對高科技廠商的 或對一些派遣事業的 所以說這個其實呢 你的十一萬說實在話 還太太保守了 所以這個主委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為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 包括他的這個提撥這個退休金 將來影響到他的退休金的 收入啊 在職業工會比較不容易有 這個是自主性強的 那麼產業工會 那麼全部的這個報角的部分 都是在雇主的手中 那同時呢 如果是女性還會牽扯到 她的生育給付的這個部分 還有傷病給付的部分 以及醫療給付的部分 那所以呢 這部分呢 我很希望啊 你們應該全面來徹查 那讓民眾呢 這些勞工朋友呢 得到該有的幫助 跟公平跟正義啊 那我是覺得你們從 若不是因為養法這個事件啊 你們在勞動檢查也不會這麼徹底 那因此呢 我建議主委要很徹底的來做啊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才不至於就是說 勞工永遠都處於最弱勢的 那如果不是勞委會這邊啊 伸出援手主張正義的話 我相信他們多年來 其實都是這樣子在委屈求全的啊 那另一方面啊 我想提的就是這個勞動派遣哈 勞動派遣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啊 到目前為止呢 我也特別跟你提到說 你一定要有一套這個對策啊 在11月24號的媒體裡面呢 這個板橋地檢署 傳說有一批16名的這個工友呢 也是派遣公司派遣的 我第一次知道說原來這個司法機關的勞工也有 不被保障的 這說實在話是蠻諷刺的啊 那這16名派遣員工呢 因為這個負責的啊 同胞的這個老闆啊 負責人跑掉了 所以他們有兩個月的薪水呢 沒有領到 沒有領到呢 結果這個啊 板橋地檢署的這個檢察長還要求這16名員工要繼續工作 理由是如果他們不繼續工作 他們地檢署就要關門啊 因為沒有人在做勞務的工作啦 那主委你看到這樣的新聞你會怎麼做 你做何感想 是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因為其實板橋地檢署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法律的相關的一些單位 然後所以對這些派遣勞工的權益相關的議題啊 他們其實一直都有在協助做一些處理 那目前的現狀是就有關工作權的部分 他其實在99年10月1號開始啊 那麼已經由退府會台北勞務技術服務中心啊接手 接手 所以這些勞工的工作權基本上都已經受到保障 這是第一點 但是他們沒有領到的薪水有補回來嗎 對 切薪的部分 他目前正在協助透過小額訴訟的方式 因為板橋地方法院跟板橋地檢署就在隔壁 所以他已經透過小額訴訟的方式來確保他的債權 那老委會這邊你們做什麼樣的協助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個案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跟板橋地檢署沒聯繫 他們已經都在處理了 已經都在處理 好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案子 那因為這個簽署的啊跟這個啊這個負責人啊簽署這個啊要派的這個單位 那麼他們的薪水是直接就會給這一個簽署的公司 對不是這個薪水是個別給這些受僱的勞工 所以說未來如果你不從這個點上去要求的話 那只要而且聽說這家他的名字叫艾惠普公司 他曾經也是有過這樣的不良紀錄 那最後呢換了一個公司名稱以後又同樣得標 公司的負責人換人頭換了以後照樣得標 所以呢你就算去追究這個公司或公司的老闆 你不盡然可以把這筆錢追回來 那麼如果我們在源頭的地方 在這個派遣勞動契約裡面 如果老委會要求這個契約的這個內容一定是這個工資 就是就是說這個要這個這個契約的公司啊 派用的這個公司啊派遣公司 他在跟這個要派的單位在簽署的時候 如果能夠加一條就是說派遣公司 只能拿到這些啊服務費手續服務費 之餘這個錢應該由這個要派的公司的這個單位呢 直接發放給勞工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減少這樣的悲劇發生 是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像愛惠普國際有限公司這個 因為他還有一筆款項還沒有 地監署還有一筆款項還沒有給他 所以因為有一筆款項在地監署這個地方 所以你不用跟我講 我現在剛剛跟你講通案的部分好不好 我只是跟您報告說 同樣那個邏輯就是說 目前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的 法律裡面的處理方式是 就是讓要派公司也必須負擔有關薪資給付裡面的一個補充責任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勞工朋友沒有辦法從派遣公司拿到錢的時候 要派公司也要負責任 也要負責任 那因為這樣的制度設計 會讓要派公司在決定他要把錢撥給這個派遣公司的同時 他為了怕他將來必須要負擔薪資給付的責任 他就會在撥錢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會去做一些控管 所以在我們的制度設計裡面已經有把這樣的觀念放在裡面 這個控管的部分如果條文裡面並沒有這樣子 就是說一定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可能這個派遣公司還是會要求說 員工的薪資還是應該宣賄賂他的公司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將來改變這個派遣公司跟要派單位的契約關係 就是說 我們兩者之間在協議的時候只能說 他們領取的這個要派公司領取的是他的這個服務費 或者是他的commission這樣子的這個比率 那麼其餘的 因為這些這個啊這個要派的這個單位呢 實質上這些勞工都是在要派的單位在工作嘛 他們直接就可以把這筆真正的薪水呢 直接落袋給這個勞工 那麼至於他們中間的勞工跟這個派遣公司 他們之間的利潤這個如何來這個拆帳 在由他們自己決定以後 那這一筆拆帳的錢在由這個啊要派的這個單位呢 啊分兩個這個啊兩筆款項呢給他們 如果可以有這樣的情形的話 我相信這樣的弊端就應該不至於發生了 市主委你看怎麼樣 市各位報告說基本上目標一致 就是希望派遣勞工可以拿到他應該得到的薪水 那至於操作的手法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的立法方式是 當他必須要付補充的一個責任 那他為了要避免付這樣補充的責任的時候 他跟派遣公司之間他會自然有他的一個約定 那約定的方式也許如剛剛楊維所提到的 他們就直接撥到勞工的贓 這也是方式裡面的一種 但是也有另外第二種可能性是 他就他就留了一筆保證金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只要發生有薪資沒有給付的情況的時候 那他一樣有可以求救有門 有款項可以拿得到 就說那個操作的方式因為整個勞動的情況 你現在這個全部的方法 我之前就一直跟你講 那你現在有你出這樣的一套辦法 這個將來你就變成一個定型化的契約 只要是這個派遣公司 要派公司跟勞工三角關係 只要要簽契約 那些如你所講這也是比較有彈性的 那你這個一套的簽約的這個 你都要把它 全部都規劃出來了嗎 而且你要過去實施 我們目前是法律制度的部分 法律制度的部分我們已經在規劃設計 什麼時候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年關快到了 我們就擔心很多 要派公司就捲款逃走了 這些勞工留著就是你勞委會我們民眾要去負責的 所以盡快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這個基本原則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時間到了好不好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 我各位報告 我剛剛提的是指 具有關勞動派遣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建構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在做處理了 已經在做處理 那你一定要有那樣的一個法 法院規定說這些 要派公司也必須要負擔 這一部分的薪資給付的這樣一個補充責任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後續 你要我們修嗎 還是你的行政命令裡面就可以 這一定要送到大院來 那你趕快拿出來 要不然的話 我們自己也要來你一套辦法 好謝謝 謝謝我們楊立方委員 謝謝 degrees